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上月底新竹县消防员林永勋于新竹工业区升阳光电救灾时不幸殉职,而内政部长叶俊荣于上月30日曾承诺一英公殉职办理,但消防处3日所发出的公文却是以英公死亡进行办理,对此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质疑,如果连冲入火海救人都不算英公殉职,那捕风捉舌出意外会是什么? 他直呼要内政部不要讲空话 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少早在脸书上表示,对消防员林永勋迅职一事,公文却依英公死亡来办理 他表示虽消防处后有解释英公死亡也包含英公殉职,但他呼吁内政部应积极朝英公殉职办理,让家属得到应有抚恤,并向内政部喊话不要讲空话 徐永明也针对内政部、消防署等相关单位将在明8日,请往立法院就消防人力短缺装备不足以及捕风捉舌业务归属进行专案报告表示,派能提出具体改进及明确划分物等发生憾事才来检讨,直呼这样基层消防弟兄永远是拿自己的命去换民众的安全 最后他也说,政府给警销良好装备,做专业的工作就是做功德 这条部分的人计判可,政府给警销良好装备,做专案 很大装备,做专案 非常棒,很大装备,做专案 非常棒,明确判可, powerful装备 做专案 重来讲,你不过来讲,我们不过来讲,尔风鲁势人写一个继续